歌手金智娟的歌曲 飄洋过海来看你 写的是远距离揪心的恋爱 而这一群来自外国的女性 真的是飄洋过海 为了爱情 为了婚姻嫁到台湾来 来到台湾陌生的城市 其实有最贴心的人情味 土城区护震事务所 安排新住民生活适应辅导班 透过课程让新住民认识新的家 为了要让新住民 尽快融入我们台湾的生活 所以我们新北市各区的护震事务所 都有办新住民生活适应辅导班 今年总共开办了十班 由各区去轮流办理 另外针对比较台湾来 台湾比较久的学员 我们会在各平面媒体 跟网路上面去宣导 我们招生的讯息 让他们知道我们有开班的讯息 让他们也可以来这边 求取他们想要的知识 加到台湾来 不能够只有先生的爱扶持 更应该有更多的力量 让这一群新住民朋友 感受到台湾引以为傲的人情味 协助他们尽快融入当地生活 为了让他们能够透过课程 学习台湾的相关事务 土城区护震事务所 安排替代一男出马 帮忙带小孩 临时托育的环境设备更是以应俱全 要让新住民妈妈免烦恼专心上课 来参加生活适应辅导班的学员 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 在家里面他们也担任重要的角色 就是妈妈的角色 那我们为了要让他们来上课的时候 能够放心家里面的小孩 所以我们有设置儿童游戏专区 也有排定专人帮他们看顾小孩 让他们带着小孩一起来上课 然后同时也满足他们对孩子的一个照顾的需求 这样子对我们的人生是很有帮助 这样也住去外面 也许是之前也不知道要怎么去保护自己 今天上的课 要听到老师这样也教我们 是我们懂得知道怎么保护自己 这段时间在这里上课 我是觉得我更了解台湾 更容易踏入台湾的生活 我感受到台湾人对我们幸出名的关心 台湾政府对我们的关心 我这一点是觉得很感谢你们 台湾有很多地方很好玩 因为越南有时候也有很多地方很好玩 当时把台湾比较好 有句话说妈妈在哪家就在哪 要让这一群新住民朋友 能够安心的在台湾生活下来 生儿育女 把台湾当成自己的家乡 政府单位透过生活辅导是一般 不只带来实用的生活课程 还有满满的关怀心意 让土城这个地方他乡变成新住民的故乡 二 三 新北市土城站 中家新闻的六里齐坤 土城报导